好 那么上面呢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说 第一种啊 就是String类型 就是String类型呢 它呢是 Resis里面最基础的啊 数据存储的一个类型 那么 一个K呢 对应一个值 这个值的类型呢 是String类型 那么在Resis里面 这个String类型呢 它不是一般的文本字符串啊 它是基于这个 二进制安全的啊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存储 这个二进制类型的字符串啊 它呢 也就意味着这个String类型的 可以接收任何类型的数据啊 比如说你可以用Redis呢 去存储这个图像的数据啊 你也可以存储一个接送的信息 你也可以存储一个接送的信息 那么在Redis数据户里面呢 它的字符串类型的value啊 最多可以容纳的长度是512兆啊 512兆啊 OK 那么 然后呢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啊 我们Redis数据库里面啊 它的怎么去设置一个啊 字符串啊 是一个字符串啊 那么这个 有一个命令呢 叫做SET啊 SET前面呢 写上这个对应的K 后面是它对应的字符串这个值啊 这个值 那么这个命令呢 如果你设置的这个K 它不存在的话 它是添加 如果存在的话 它就是一个修改啊 修改 OK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零号数据库里面 我先看一下我这里面有没有东西啊 可以自信 OK啊 没有 那么 然后呢 我要设置一个东西 比如我叫SET啊 SET的话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 我设置一个NAME等于ITCUS的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写上一个SET啊 然后呢 K 哎 叫做NAME 那么VALUE呢 就是ITCUS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你一设置呢 哎 这就设置OK啊 已经设置好了 那么设置好了之后 怎么去看它的值呢 哎 有一个命令 跟它跟这个SET对应的 有一个 GET啊 这G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对应的K 它就会把这个值呢 给你返回 哎 你GET的NAME 哎 这就是它的ITCUS的啊 那比如说我要现在 它已经有了 我要修改怎么做啊 直接是SET的NAME 然后呢 写上一个ITCUS码 然后再写一个GET的NAME 哎 你就会发现这个值呢 就已经变了啊 这就是我们的 哎 它的一个基本的啊 字符串类型的一个操作 设置 哎 一个K对应的值啊 对应的值 哎 如果K存在 就是修改 不存在的就是添加啊 这是它 然后呢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设置一个 键值的时候啊 哎 设置一个字符串键值的时候 你可以呢 设置它这个K的过期时间 哎 就是多少秒之后 哎 这个K呢 就给它没有了 不能再用了啊 这个怎么做呢 是使用这个命令 叫做SETEX 啊 SETEX 后面跟上一个K 然后这个K的过期时间呢 在这边跟上一个秒数 代表多少秒之后过期 后面呢 是这个K对应的值 那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 我要设置一个键 它的键名呢 叫做AA 值也是AA 但是这个键的过期时间呢 是三秒 哎 我就可以使用这个SETEX 然后写上K就是AA 然后呢 写上一个3 哎 值呢 就是AA 然后你在这边 你一回上啊 GETA 好 这个已经晚了啊 再来一下啊 好 GETA 对吧 这个值是不是有了 对吧 三秒过去 哎 再去GETA 哎 它就没了 它给你返回一个 NU 哎 哎 这个说明呢 这个AA这个键呢 已经没有了啊 已经没有了 哎 这是设置它的一个过期时间啊 过期时间 好 那么 然后上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SET呢 它只能设置一个键对应 一个值 你如果想一下设置啊 哎 一个键 多个键对应多个值啊 哎 想试试多个怎么做啊 就是你使用这个M SET啊 M SET啊 就是K1 K1对应的Value1 然后呢K2 K2对应的Value2 我们这里面呢 试试这个东西 比如说M SET A1PATHON A2加VAL A3呢是C啊 就是A1这个键对应的值呢 就是PATHON A2对应的值呢 就是JALA3对应的值呢 就是C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M SET啊 在这里面就是M SET 然后呢写上一个A1 哎 写上一个PATHON 然后再来一个A2 对应呢是这个 加VALA 然后呢A3写上一个C OK啊 那么现在呢 我通过M SET的命令啊 我就一下设置了三个键值对啊 键值对 我要获取它呢 我就可以 比如说我要获取A1 我就GETA1 获取A2呢 就是GETA2 然后呢获取A3 就GETA3啊 你看到A1对应的值是PATHON R1的是JALA3的是C啊 这就M SET啊 一下设置多个键 对应多个值啊 对应多个值啊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命令呢 就是我们可以 哎 对于这个字符串的VALUE的话啊 我们可以往一个K 对应的VALUE值后面呢 去追加数据啊 追加数据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可以使用这个APEND 往这个A1对应的值后面呢 加一个哈哈 哎 这样一个字符串啊 那么现在这个A1呢 你看到它对应的值呢 就是这个PATHON 我往它后面呢 要追加这么一个信息 我就可以写上一个 APEND啊 代表追加 然后呢我要往谁追加呢 往这个A1里面进行追加 哎 写上一个追加的信息 就到啊 回事 然后你在这里面 你去再去GETA1的话 你就会发现A1 哎 它对应的值后面呢 我们就给它追加了一个 字符串啊 这是APEND的这个命令啊 APEND的这个命令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这个 它啊 我们的哎 字符串类型的一个 基本的命令啊 SET 哎 那么设置一个键对应一个值 那么SETEX呢 是设置 可以呢 设置键值的时候 也可以设置它的一个 过期的时间 哎 这个M SET呢 可以设置多个键值 而APEND呢 是往一个K对应的 值后面的追加信息 啊 追加信息 然后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的 就是它的一个 获取 获取的话 这个我给大家说过了啊 你可以使用这个GETK 获取这个K对应的这个值 如果这个键不存在的话 返回的是这个 NO 啊 然后 哎 如果你要一下获取 根据多个键获取值 怎么获取啊 MGET啊 它就对应着这个M SET啊 那么比如说你要获取A1A2A3 你就可以MGETA1A2A3 哎 在我们这边就是 MGETA1A2A3 OK 哎 你看到这里面就是A1的值 A2的值和A3的值啊 这是这个MGET啊 然后 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一个 哎 字符串类型 它的一个保存的命令 还有它的一个 获取的命令啊 它的删除呢 哎 我们就要给大家讲到一个通用的命令啊 叫做 借命令啊 那你注意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件命令呢 它 它不单单是针对这个字符串类型的啊 它还针对我们下面讲的这个 哈希利斯的SET和ZSET啊 ZSET 那么这个件命令的话 你比如说我要查看我这个数据库里面有哪些件 我就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啊 CASE 后面呢 跟上一个Pattern啊 它呢 参数呢 是支持这个正德表达式的 比如说你要查看所有 你就可以写一个CASE 行啊 它就会把这个下面的所有给你列出来啊 比如说我要查看一个CASE 行 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呢 我们刚刚对吧 第一次设置的NAME 然后后面又写了三个AERA3 这个CASE 就会把这个数据库里面所有的件的名字呢 给你列出来啊 这是CASE 它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除此之外 那么这个呢 你还比如说我要查看以A开头的对吧 哎 我就写上一个啊 CASE A 行 那么这里只会列出这三个啊 只会列出这三个啊 这是K啊 查看件的一个秘密 然后下面呢 比如说你要判断 某一个件呢 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没有存在 这是使用这个 Exist啊 Exist这个秘密呢 去判断这个件呢 哎 存不存在 那么后面跟上这个件 那么如果存在的话 返回的是1 不存在的是返回 0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 比如说我就写上一个Exist啊 然后呢写上一个 A NG啊 它这个你大条写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写上一个A 哎 这个A1是有的 返回一个1 我再写上一个Exist 然后呢写上一个CC 然后这个CC是没有的 哎 它就给你返回一个0啊 你可以通过它判断这个件 有没有 然后 再往下还有一个啊 你可以使用 Type这个Millin呢 它去查看我们这个K对应的Value 是什么类型啊 查看一个K对应的Value 是什么类型 我们说K呢对应的Value呢 可以是这几种类型 你可以通过它来查看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四个件呢 它对应的值呢都是Stream 哎 你可以写上一个Type 比如写上一个Type 然后呢写上一个Name 哎 它的值呢就是Stream 哎 Type A1 哎 它的值呢也是Stream啊 这四个件对应的值都是Stream 都是Stream啊 你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查看 OK 那么再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删除键 还有它对应的值 就我把它删掉怎么删啊 比如说我们要删除一个Stream 哎 它这个键对应的值 以及它的值怎么删啊 就DL直接写上一个K1K啊 你可以一下后面删多个啊 就跟上多个K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里面删除这个 AR A3 我就可以呢使用这个DL 就Delete它的意思啊 DL 然后呢写上一个AR A3 好 再写完之后呢 我再去Case星 你就你就看一下 哎 现在只有这个Name和A1了啊 就是Name和A1了 哎 这是我们的删除键 然后除此之外呢 下面还有一个啊 这个命令呢 哎 我们在设置一个键值对的时候啊 如果你没有指定它的过期时间 那么它是一直存在的啊 直到你用这个Delete把它删掉 那么我们呢 哎 设置完之后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K 它的过期时间是多少 使用这个啊 AX Pro啊 这个命令啊 使用它来设置 哎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刚刚的这个A1呢 它我们没有设置它的过期时间 那么它是一直存在的 现在我要设置它的过期时间是三秒 怎么做啊 叫做写上 哎 它啊 然后呢写上个A1 后面写一个 3 哎 你再getA1 哎 这个A1的只有了啊 然后呢 再去get啊 3秒过了 A1 那么它就没有了 哎 你在这边你直接caseC 你就会发现现在只有一个name啊 就一个name OK 然后除此之外呢 现在还有一个啊 关于这个键的秘密呢 还有个TTL 哎 K啊 它是干嘛呢 它是查看这个键 有效的时间还有多少 那么我们下面这个例子呢 就是设置一个键 BB 它对应的值呢 也是BB 那么这个键的过期时间呢 是10秒啊 10秒 哎 就是在这边直接写上一个setEX 写上一个 哎 BB 哎 10秒过期 10 然后呢 值也是BB 好 你设置完之后呢 你直接TTL写上一个BB 你就可以看到它还剩几秒啊 然后呢 对吧 再来4秒 OK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看 它就没了啊 直接case 行 哎 你看到 哎 BB啊 你找不到这个BB啊 你这个时候你再getBB 它就没值了啊 它就没了啊 当一个键对一个键不存在的时候 它给你返回的是这个 No啊 No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键的操作命名啊 那我们讲的键的命名呢 它是通用的 哎 它可以呢 针对这个string的键 也可以针对hush list set zset的键啊 就没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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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